中文字幕 李宗盛 1954年 加拿大密吉爾大學的心理學家 進行了一項關於剝奪感官的實驗 他們希望去知道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 不再處於一個豐富 帶有不同刺激的世界的時候 甚至失去了感官刺激的能力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一些 你覺得驚奇的心理或者心理變化 為了要剝奪他們的感官 實驗參與者會被安排留在一個隔離室裏 令他們感受不到任何來自外界的訊息 而且要躺在床上不能動 手腳都要被隔板固定或者套上指板筒 這樣去到剝奪他們的觸覺 參與者都需要帶上一個半透明的護目鏡 用來去剝奪他們的視覺 隔離室裏面還會放置一個空氣調節器 會一直發出單調的聲音 以此來限制參與者的聽覺 雖然參與者的感官能力會受到很大程度控制 但他們還可以透過一些固定的機械 去拿食物和飲料 參與者在實驗進行期間 每天都可以得到20美元作為報酬 這個金額在當年來說是相當高的報酬 所以參與者都非常樂意去參加 起初他們更加認為自己可以很輕鬆地完成實驗 還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地睡一覺 隨便思考一些事情就好了 相信時間很快就會過去 研究人員本來以為絕大部分的參與者 至少都可以在隔離室逗留好幾天 我想到有大約半數的參與者 隔離不到48小時就放棄 而幾乎沒有參與者可以堅持3天或以上的時間 在起初的8小時中 絕大部分的參與者的精神狀態都仍是不錯 而接下來的時間 不少參與者的情緒就開始變得煩躁起來 他們在實驗期間 甚至還出現了一些明顯的神經混亂情況 他們的思維會變得遲緩 注意力開始散緩 感到驚恐 對疼痛敏感 甚至出現幻覺 幻覺大多數都是在隔離的第三天出現 比如說會看到一些沒有形狀的光的閃爍 還會聽到一些不存在的聲音 比如說水滴聲 打字聲 狗擊狂吠聲等等 也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覺 比如說感到有人想將自己身體下的床錢拿走 覺得自己只是飄浮在半空等等 少數的參與者將實驗進行到第四天 他們更加出現了雙手發抖 對搭遲緩和無法穩妥走路等等的問題 這些參與者表示他們在實驗期間 幾乎無法進行清晰的思考 更加無法在短時間內集中注意力 而在實驗結束之後 這些不良的感覺還沒有消失 還有一些簡單的事情都會頻繁出錯 根據研究人員的了解 這些參與者至少需要三天以上的時間 才能令自己回復到一個正常的精神狀態 研究人員根據實驗結果作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大陸的發育、自身的發展成長 是必須要建立在同外界環境恆常接觸的基礎之上 如果我們想令自己的身心維持一個健康的狀態 就需要定時接收到來自外界的刺激 外界的刺激更加對我們的創造力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想成為一個充滿創意的人 就需要令自己的體力和智力都處於一個高度緊張的狀態之下 如果我們長期都是一個缺乏刺激的環境中生活 我們對生活的意志就會開始衰退 漸漸失去理想和無法獲得新的智慧 所以說社會化的接觸對於我們來說 幾乎是一件必然的事 失去感攻的我們就會向著一個崩潰的狀態 stadium flying by 我們是主題創造光的共有一些了 中學一下 Waय 學到笑 ketchup